有话不能直说 而是要懂得说 大家好,我是Paxi师姐 有些人不喜欢戴面具做人 不喜欢说奉承的话 但是有些话千万不能直说 而有些话必须是写着怎么说 那就是场面话 场面话是待人处事中经常见的现象之一 而会说场面话则是宜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智慧 在人性丛林里 近处久的人都懂得说场面话 这不是罪恶,也不是欺骗 而是一种必要的 一般来说,场面话有这样的两种 第一种是当面称赞人的话 诸如,称赞你的小孩,可爱,聪明 称赞你的衣服,大方,漂亮 称赞你交纸有方 这种场面话所说的 有的是实情 有的这是与世事有相当的差距 说的虽然略显虚伪 但只要不是太离谱 听的人十之八九都感到高兴 而且旁人越多他越开心 第二种是当面答应人的话 诸如,我全力帮忙 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等说这种话 有时是不说不行 因为对方应用人情压力求你 当面拒绝,场面会很难堪 而且会马上得罪一个人 另外,如果碰上秋缠不休的人 那更是麻烦 所以用场面话先打发走 能帮忙就帮忙 帮不上忙,或者不愿意帮忙 再找理由 总之,在待人出事中 有的时候,场面话想不说都不行 因为不说,会对你的人际关系有多影响 那么场面话要如何说才好呢? 先看一则,流传已久的笑话 说的是一个人请四位客人吃饭 开饭的时间早已过了 可是只来了三个人 他叹气说,哎,该来的没来 有人听了这话,觉得很不自在 他想,莫非我是那个不该来的人吗? 于是这个人悄悄地走了 主人见状又叹 哎,不该走的,走了 剩下的两个人听主人这么说 误认为他俩是该走而没有走的人 于是一气之下也走了 可见,只因为说货不妥当 非但饭没吃成 而且还得罪了人 主人给对方心里留下的坏印象 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所以在待人处事中 要说好场面话就应该投其说好 这样才能使入听者耳,顺听者心 陈大师者认为 以智慧型的人说话 凭借的是见闻的广播 以见闻广播的人说话 凭借的是半戏的能力 以善变的人说话 就要简明而要 以上司说话 就要用奇妙的事来打动他 以下属说话就要用好处来说服他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勉强 对方所喜欢的就模仿而顺从他 对方所讨厌的就避开而不谈他 能做到这些就算利用好了你的舌头 事实上无论人格多高尚 伟大的人身上都有逆灵存在 所谓逆灵就是我们所说的痛处 也就是缺点 自卑感 只要我们不触及对方的逆灵 就不会惹祸上身 还能平步轻云 这就需要随时随地 注意应用投其所好 学会说场面话 这是一个焦急妙招 场面话究竟有多重要 场面话是否真的能为你打开一个崭新的天地 不妨思考一下 生活中免不了要与陌生人打交道 那么怎么才能让人一下子接受你 不踩对方的雷区呢 你是要场面话 再试图说服别人 使人愿意接受意见或者改变观点时 你必须懂得应用场面话 这些时候并不是高谈轮廓或者口吐莲花就能为自己带来的好的开端 反倒式通俗 赫时的场面话更能有效地拉近你和他人的距离 好了 这期分享到这里 你的点赞订阅和分享是对我最大的动力 你对你人成长云 有什么想要交流的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交流 有脸书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 Paxi 师姐 在订阅时候记得点击按钮旁 小铃铛的图案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新节目上传的通知 这期节目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